怎么会收到这样的讯息呢 好像摆了个乌龙 所以我刚刚就在线上查了一个东西 我们请导播给我们看一下 线上查这个是什么东西 就是担心自己确诊者有没有接触 所以要怎么样的检查 所以在这个卫福部就有一个地方 他说检讯时延至 你如果收到这个官网的时候 请导播再往下走一下 往下走 对 这里 蓝色字 刚刚蓝色字这边 对 简讯时延至民众资料调查 对不起 调查查查询服务的网页 好 来 观众朋友我现在也是在这个网页 我们来把它点进去看一下 好 导播可以给我看一下 你看喔 我们今天点进去 我今天大概从三点多开始一直点 都是跑这个系统维度中 然后因为民众查询太踊跃了 所以变成暂停服务 我们的政府是怎样啊 真的 真的有时候我真的很不想讲这个 可是 有时候真的觉得有点生气 因为他这个路线啊 因为这个涵盖的路线还蛮广的 就是我也很害怕自己是不是 就是有搭捷运的时候是搭到这个路线 所以我也其实蛮想去查看看 当然 当然我都很注意啦 甚至就是自己开车这样子 就是说可能我们也有可能去搭到 所以我想说去按看看 结果竟然就是按不进去 这是怎样 我觉得这卫福部到底是怎样啊 你可以查询 可是你就是查不了啊 一直在系统维护 然后一直就是说没有办法查询 还搞了一个暂停服务 这真的太离谱了吧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有可能说 在他们这个足迹 我们可能在新北都有重复到 因为他做的是板南线的足迹 做了很多次 把蓝线 然后 这个